当地时间2月28日下午,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在越南结束,双方未能达成成果,专家认为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互信。 2月28日中午,朝美领导人扩大会议的时间延长,原定举行的午餐会取消,原定于当地时间下午40左右召开的特朗普记者会提前两个小时,在当地时间下午20左右进行,这个时间为原定的领导人签约时间。 特朗普在发布会上表示,双方是在有关对朝制裁问题上出现了分歧,从而导致谈判破裂,然而专家认为,美国国内政治后院起火也是原因之一。 此外,专家表示,这一结果显示出朝美之间依旧存在分歧,双方不仅战略文化有所不同,而且也未达到互信。 朝鲜的战略文化呢,它就说,我是以强硬来应对强硬,然后呢,我就是,我得先和你这个成为好朋友,然后我们具体的事情才好解决。 那么美国呢,就是说,它是说,你得把这个慢慢,你得用实际行动,是吧,赢得我,然后咱们才能成为这个正常的国家官。 朝鲜方面的这个要求,实际上呢,就是全面解除制裁,而美方的要求是,朝鲜呢,有一个明确,可验证的,核查的,全面契合的一个规划,或者是路线图。 那么现在可以看出来,双方都在要价,到底谁先卖出第一步,看起来谁都不愿卖第一步。 虽然核内宣言未能签署,但特朗普同时表示,美国和朝鲜将维持友好关系,而专家也表示,此次结果充分表明了朝核问题的复杂性,这一问题解决不会是一朝一夕,而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,需要国际合力来共同解决。 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,美朝之间呢,通过这次这个,两天一夜的会谈吧,我们希望呢,他们是建立一种,这个各个渠道的这样一个沟通,谈判的机制。 这种机制呢,并且是制度性的,是吧,连续进行下去,那这样的话呢,给他将来美朝国一正常化呢,才能够奠定一个基础。 所以他们未来,对美国也一直表态说,他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,是吧,不可能靠一两次首脑会谈就能解决的问题。 而在2月28日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,发言人陆康表示,中方非常希望朝美双方能够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,能够继续互视诚意,能够切实地尊重和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,共同致力于推进半岛的无核化和半岛和和平机制的建立,中方会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。